谈一谈你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样保持身体健康? 在日常生活中,我会采取一些方法来保持身体健康。 例如,我会多喝白开水,少喝甜的饮料,因为常喝甜的饮料会发胖,而且也会容易患上糖尿病。 我会每天早睡早起,确保自己拥有充足的睡眠,避免熬夜,因为时常熬夜对眼睛不好,也会降低我的体抗力,容易感冒。 我会每天做运动,增强体力,放松身心。 如果不做运动,我们的体力会越来越差,也会影响身心健康。 我会维持均衡的饮食,多吃蔬菜和水果,少吃肉类或油炸食物。 因为饮食不均衡,会造成我们营养不良,而且,如果常吃油炸食物,就会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。 我会注意个人卫生,饭前,饭后,以及上厕所前后,多用肥皂和清水洗手。 勤洗手不但能防止受病毒感染,也能防止病菌传播。 如果我们用肮脏的手触碰脸部或搓揉眼睛,就很容易受细菌感染而生病。 总而言之,我觉得保持身体健康很重要。 所谓预防剩余治疗,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 我们应该注意健康,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。 有了健康的身体,我们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。 如果你的家人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,你会怎么做? 如果我的家人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,我会劝他改掉坏习惯,鼓励他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。 例如 如果我的家人喜欢吸烟,喝酒,我会劝他戒掉烟酒。 因为吸烟喝酒很伤身体,也会危害健康。 要是他不听,我就会请身边的长辈帮忙,劝他戒掉烟酒。 如果我的家人不做运动,我会鼓励他做运动,因为做运动能增强体力,也能放松身心。 假如他懒得做运动,我会常常约他一起做运动,激发他对运动的兴趣。 如果我的家人饮食不均衡,不吃蔬菜和水果,常吃肉类或油炸食物,我会告诉他饮食不均衡,会造成营养不良。 而且,如果常吃油炸食物,就会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。 为了鼓励他吃健康的食物,我会常买健康的食物给他吃。 如果我的家人不注意个人卫生,饭前饭后总是不洗手,我会告诉他勤洗手的重要性。 勤洗手不但能防止受病毒感染,也能防止病菌传播。 如果我们用肮脏的手触碰脸部或插揉眼睛,就很容易受细菌感染而生病。 总而言之,我觉得保持身体健康很重要。 所谓预防剩余治疗,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 所以,我会提醒我的家人注意健康,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。 有了健康的身体,我们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。 有人让你明白了保持健康生活的好处,请谈一谈。 有人让我明白了,健康的生活可以带来很多好处。 那个人就是我的奶奶。 奶奶的生活十分有规律。 她每天早睡早起,确保自己有足够的睡眠。 她每天一早起身都会坚持做运动,不是去公园做早操,就是去游泳吃游泳。 她十分热爱游泳,每个星期游泳四次。 此外,奶奶既不吸烟,也不喝酒,而且十分注意饮食。 她喜欢喝白开水,不喜欢喝甜的饮料。 她每天都吃很多蔬菜,水果和豆类,维持着健康又均衡的饮食。 奶奶虽然今年已经75岁了,但她却精力充沛,没什么病痛,身体也很强壮。 很多人甚至说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。 我想,这些都是健康的生活习惯带给她的好处。 总而言之,奶奶让我明白了,保持健康不仅好处多,而且也很重要。 所谓预防剩余治疗,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 我应该向奶奶学习,注意健康,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。 有了健康的身体,我们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。 你曾经因不良的生活习惯而危害健康,谈一谈当时的情景。 我曾经因不良的生活习惯而危害自己的健康。 去年,我迷上了电脑游戏。 我整晚坐在电脑前,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,玩到半夜都不肯睡觉。 因为睡眠不足,我上课时总是无法集中精神,还经常在课堂上打瞌睡。 渐渐地,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差了,经常感冒,头疼,咳嗽,成了诊所的常客。 我的眼睛由于得不到足够的休息,不但眼圈发黑,而且视力也下降了,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。 结果,我患上近视,成了四眼田鸡。 这件事让我明白了,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。 所谓预防剩余治疗,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 我应该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,多注意自己的健康。 因为有了健康的身体,我们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。